免费版的使命召唤19来了 它的名字叫战区2 它是大逃杀类的游戏 类似绝地求生 它是全平台的游戏 支持PS4、PS5、Xbox、电脑 全是免费的 而且可以跨平台联机 下面分享几个常见问题 比如PS5版如何获得 是否需要PS会员 游戏的容量有多大 是否需要COD19的本体 如果有本体有会员的用户 是否有加成 下面正式开始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5号 从今天凌晨开始 这个游戏就可以获取下载了 11月17号 也就是后天的凌晨 就可以开玩了 那么PS5怎么获得呢 我们可以搜索 也可以进入下面的快捷方式 首先进入使命召唤19的 产品相提页 也就是这个页面 然后进入三个点 第一个多了一个战争地带2.0 就是战区2 这就是战区2 是免费下载的 下面看一下容量 上面这俩是PS5版本 下面这个是PS4的版本 我之前有个本体 本体是75G 战区2的这部分需要42G 加在一起差不多是120G 如果再加上运行时需要的缓存 我感觉硬盘至少得腾出 150G的剩余空间 下一个问题 游戏下载慢怎么办 因为要下载100多个G的文件 如果家里边网络不好 比如明明是千兆网络 但实际下载速度不到300兆 遇到这种情况 建议尝试使用加速器 因为这些游戏的文件 所带的服务器都在海外 我们使用加速器 可以提高游戏下载的速度 我们以旗游联机宝3 Pro为例 这个白色的 我家的宽带网络 明明是1000兆的 但是在PS5里面测试 港幅的速度只有300兆 如果加上这个旗游联机宝3 Pro之后 就变成了900多兆 基本上每秒钟100大MB左右 好 下一个话题 是否需要会员 理论上PS5 PS4平台的 多人联机游戏都是需要会员的 但是很多免费的联机游戏 是不需要会员的 这个战区就不需要会员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它那会员标志是多人联机 但是这个游戏它要求的是在线联机 但是根据以往战区的经验 如果你是PS玩家 又有Plus会员 在游戏里会赠送会员福利道具 好 下一话题 玩游戏的时候延时高 有时候无法进入游戏 有时候排队排不到人 怎么办 像这些问题都是同一类问题 解决方法那就是上加速器 因为游戏的服务器都在海外 和我们联机的玩家也是分布在全球各地 我们在国内玩都需要加速器 比如我用PS5 再加上汽油联机宝3 Pro 我是通过网线的方式 把PS5连到了汽油联机宝上 然后再把汽油联机宝通过网线的方式 连到光猫或者路由器上 我家是用光猫拨号所以我连到了光猫上 为什么要用这个加速器呢 它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可以精准锁区 比如寒服日服距离我们比较近 我们可以锁定 只匹配日服或者寒服 它不会自动狭匹配到其他延时比较高的服务器上去 另外像这种FPS游戏都挺吃延时的 加速器可以降低延时 对象可以快人一步 好 下一问题 战区二是否需要COD19的本体 答案是不需要的 但是根据以往战区的经验呢 如果你花钱买过COD19的本体 是有优势的 你在玩的时候会直接拥有成品武器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纯粹的免费玩家 之前没有本体 那进入游戏之后需要先减装备 这样效率会低一些 总结一下 没有花钱的不是 这个游戏虽然是免费的 而且它的PC版对配置的要求非常低 而且PS版联网又不需要会员 游戏开发商这么做 它的目的应该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更多的玩家加入进来 但是我们用PS5玩这个游戏呢 它的画面和体验会有更好的表现 另外我们有Plus会员 可以得到会员福利道具 另外我们之前还买过COD19的本体 可以解锁成品武器 这样效率更高 另外我们还拥有加速器 下载游戏的时候速度更快 用的时间更短 玩游戏的时候延时更低 我们在对枪的时候更有优势 真是没有花钱的不是 不幸运的 不幸运的 我希望杀人 拍摄 我答应